大家好,我是沈医生 有的人很容易出汗 尤其是吃饭的时候 吃个饭头发都湿了 像洗了个澡一样 为什么没有那么热 还是会出汗呢 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气虚 气不顾筋了 在中医里有句话叫气能射筋 气可以捅射我们身上的水液 不能让它乱跑 汗液也是我们身上水液的一种 如果气机的功能下降了 就会出现水液不正常排泄的情况 会表现出汗多的症状 中医还说阴血同源,精血同源 我们人体的水液和阴液 如果过度的耗散 就会耗伤到我们的阴血和肾经 所以民间就有了吃饭满头汗 白吃三碗饭的这种俗话 那如果我们已经出现了气虚 气不顾筋大量出汗的情况 要怎么办呢 今天沈医生就教大家一个 有忠诚药的方子 叫做补中益气汤 忠诚药叫做补中益气丸 通过补气益气的作用 来固设我们的筋液汗液 补中益气丸的用药组成 分别是黄旗、白猪、陈皮、生麻、柴虎、人参、甘草、当归 其中黄旗和人参都可以补气生气 又可以入五脏 所以可以补五脏之气 对于肺气虚导致的短气喘息 心气虚导致的心慌憋闷 脾气虚导致的消化功能减退精神疲惫 肾气虚导致的腰酸腿软 小便次所增多都有很好的作用 而且两味药都能健脾补胃 中医常说脾胃为后天之本 只有脾胃强健了 我们的身体才会生化出充足的气血 来维持我们身体的正常功能 然后是白猪和陈皮 两味药主要是健脾 增强我们的脾胃功能 同时白猪还可以化湿肾湿 排除我们身体上的因为脾胃虚弱 而导致的湿气 陈皮还可以离气行气 防止补气药的作用太过 而在我们的身上淤堵 形成气质 接着是生麻和柴虎 可以生与阳气 把我们脾胃化生出来的精微物质 营养输送到我们人体上部 这样我们平时就不会头晕眼花 短气乏力了 最后再用一味肝草来调和所有药的药性 再用一味当归来补血 取的是气血同补 求的是阴阳平和的意思 补中疫气丸适用于脾胃虚弱 导致的中气不足 全身气虚 补中有生 但是不适用于体内有食热的人群 而且临床需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辨证加减 药量和药物都是需要调整不能随意用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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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